那最近在中国网路上呢 关于中国的地图APP可以看到台湾的地图了 可以知道台北在哪里了 可以知道高雄的街道了 大家都很激动啊 小粉红就觉得哇 我们中国真的是太伟大了 我们中国的地图APP科技公司真的是太棒了 我要给他点赞 可以看到台湾的地图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件 为什么让大家引起热议 大家可以为此感到骄傲 感到激动 感到振奋人心 同时呢在中国的微博热搜hashtag 地图可显示台湾省每个街道 有万一表示 天啊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现在国内地图都做得这么好了 百度地图高德地图 我支持你们为国争光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 跟为国争光有什么关系 Google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地图 那Google为国争光了吗 为的是中华民国还是为美国争光了呢 这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图服务吗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激动的点在哪里 所以说小粉这个敏感的点呢 这个基点呢 我是真的get不到 动不动就激动 动不动就气愤 动不动就入滑 所以他们的喜怒哀乐 你永远get不到他的点 最近才搬入这些东西 而且很多都是直接拿着Google地图的东西 直接搬进去 尤其是Google的街景服务 完全不是中国的 所以尤其像是台湾的街景服务 那些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街道 那些都是由谷歌公司来承接的服务 完成的这个街景服务 所以小粉不知道你们在激动个啥 那美国的Google公司 它可以看到台湾的街景 并且可以看到每个地名 请问台北是Google的吗 高雄是Google的吗 还是说台湾是美国的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 美国人都没有激动 你们就先激动了 同样的几年前我也去东南亚很多国家 我没有去之前 我就知道曼谷长什么样了 泰国的每个景点在哪里 请问泰国是陈老师我的一部分吗 还是说泰国是谷歌公司的一部分 美国的一部分 那不是扯淡吗 这个有啥好激动的 我是永远get不到这个点 周末一到 我欢乐又到了 那陈老师也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见到了 所以又做了一期节目 跟大家见面了 那很感谢大家一直支持陈老师 那看这后面还有个台独分子 批了一个台湾国旗 一个小猫咪 那这个国旗由明先生频道赞助 那这只猫咪呢 就是网络上随便买的 我也不知道这后面布局点啥 所以就随便布置的 我的这个场地也蛮简单的 也没有特别精心的准备 像这个后面就是一张床 然后就是我睡觉的地方 然后后面的背景墙 也没有怎么精心的打扮 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场地布局 或者是要放一些什么饰品 或者是后面挂一些什么装饰 大家如果懂的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一些建议 OK 那在微博热所hashtag地图可显示台湾省每个街道的新闻下 又有网友表示 感觉是在为马上到来的统一做铺垫 到时候去台湾开车自驾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国产地图在台湾省到处转悠了 而且是简体中文地图 这个必须要在台湾普及 为国家点赞 你这一天到晚要给国家点多少个赞呢 我靠 你这个除了一天到晚起来吃饭 就是去点赞 完了就是去打核酸 你人生还有啥意义呢 对不对 我不知道小凤的逻辑 感觉这个是给统一做铺垫 美国都做了那么多铺垫 佩洛西来都给了你最好的武统的机会 你之前喊的那么激动 最后尴尬的却是自己 美国都给了那么多机会 你也不敢捅 对不对 但是捅你们的鼻子 大家那个我党还是很暖心的 天天的捅 有些小朋友说鼻子都捅烂了 有些小朋友说 那个鼻子捅的那个都长了老茧了 但是也没人敢反抗 是吧 大家都是这么听话 地图上居然有南京街道 台独分子出来面对 蔡英文出来打脸 估计台独们都没有发现这些地名 台湾人应该很早就发现了 什么南京路 什么北京路 上海路 应该 我觉得台湾应该都知道 说什么叫估计台独们 都没发现这些地名 就被大陆地图率先揭发了 哈哈哈哈 这下次我估计台湾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 已经在忙着偷偷修改地名了 现实就是这么打脸 来一个音效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打脸是打到谁的脸上 台湾我觉得也有什么日本的街道啊 那中国有很多外文命名的 我就不说一些英文 我就说日文的都有很多 甚至我们最近知道的像日文的风情街发生了一些事件 大家都知道 那请问这些日本风情街它不也是为了这个地方的旅行业啊 去观光产业去设定的吗 或者像台湾的一些街道是因为历史遗留因素 文化因素 可以反过来讲啊 中国也有台北街道 有很多城市都有什么台北街道 甚至有什么什么一些台湾的地名 哈哈哈哈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反过来可以打脸打脸你们自己粉红 你们敢把这个拿出来打脸自己吗 也不敢呢 那由此可以说 那个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吗 只是个地名而已啊 台湾人应该没有为此做大做文章吧 甚至台湾人都懒得去发掘这些东西 不是什么新鲜事啊 对不对 我有时候讲话就是看当下这个状况 这个心态 有时候就不自觉的切换到某一种口音 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 对那现在又恢复台湾国语了 那下面有一个网友说什么 说这还用统一个啥呀 地名就暴露了 全是中国地名 不用统就已经地名统一了 地名是无法争辩的事实 台湾贴满了中国的标签 统一只是打击台独分子 现在看到地图 没什么好说的了 已经统一了 这个小冯啊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 他这个为国家已经出谋划策了 我不知道你这个话说的 这官方会不会把你屏蔽掉 什么叫已经统一了 不用统了 那个官方是最不想听到你这句话的 我认为很多平台啊 抖音微博啊 到时候这个检测到了 还是会把你的这些留言给屏蔽掉了 你这不是给国家听到吗 国家都忙着说要五统五统 你这个时候说地名都统一了 还统个啥已经统一了 哇你这个也太自信了 感情点啊 这个 这是虾 这是虾巴扯蛋 台湾地图上还有很多中国的餐厅呢 大家注意没啊 台湾人的中国味就是铁镇石锤 大家都是中国人 口味改变不了这一切 中国台湾啊 我笑死 有很多中国的餐厅 那些也只能说是一些文化因素 比如说台湾有个什么山西刀削面 大家小逢啊 上个月就激动的不得了 认为这个 那我请问你台湾是山西的一部分吗 它只是个刀削面而已啊 对不对 我今天喜欢吃你海底捞 我喜欢吃你中国的火锅 我喜欢吃日本料理 台湾也有很多日本料理 也有很多韩国餐厅 你说这个有很多中国的餐厅 也不是中国的餐厅 我相信这些都很多是台湾人开的 你应该纠正一下 不是中国的餐厅 是中国的一些特色的饮食 比如说像广东那些菜呀 比如说一些港式餐厅呢 对不对 是很正常的 它可能是台湾人开的 你这个用词就很不恰当 说什么台湾地图上 有很多中国的餐厅 那什么叫中国的餐厅呢 那只是中国的文化上 中国的中华美食 它并不一见的是中国人开的 这个有点误导 大家注意没呀 台湾人的中国胃就是石锤铁镇 大家都是中国人 因为我这个胃啊 喜欢吃台湾菜 喜欢吃台湾的美食 喜欢吃台湾的小吃 那请问我这个 我是台湾人吗 我拿着中国护照 我拿着中国身份证 我还是个中国人 我是中国国籍嘛 这个无法争辩的 我就是一个中国人 那请问我喜欢吃台湾的东西 就代表我是台湾人了吗 不可能呢 法理上说不过去啊 我今天喜欢吃日本料理 我也很喜欢 还有泰国的 东鸣工啊 东鸣工呢 我是特别喜欢吃的 我是非常喜欢吃泰式料理 那请问我是泰国人吗 那不是扯淡吗 肯定是一个中国人呢 我只是喜欢吃泰国的菜 我今天还喜欢吃韩国的 kimchi 但是我说韩国人吗 我是韩国人吗 也不是啊 我今天说了一句韩文 那我就是韩国人 我记得我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大家觉得你看 陈老师会讲台湾国语 很多小文就下面留言 你看他讲话没有大陆腔啊 很明显是台湾人 不好意思 我讲韩文 甚至有些人 韩国人说我这个发音还挺标准的 有首尔腔 那请问我是韩国人吗 请问我是首尔人吗 那不是扯淡吗 你用一个语言 用一个口音就能断定一个人 那不是扯淡吗 老实讲 我是中国的南方人 我现在可以讲北方音 我也不是什么北方人 更不是什么东北人 也不是什么北京人 台湾有 刚刚讲了有很多什么日式的 也欧美的餐厅 那么中国比台湾的这种餐厅多了去了 你小朋友怎么不说 你怎么不跳出来戳破这个真相 对吧 中国那个面积啊 包括人口基数啊 消费市长比台湾大了多了去了 中国的肯定机是台湾的几百倍 门店数量 中国还有台湾的餐厅 台湾的很多 上海有很多顶台风 请问上海是台北的一部分吗 中国有很多台湾珍珠奶茶 什么一点点 coco 我对台湾奶茶行业不太了解 但是我都能知道这些 一点点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叫五十兰 后来到中国改名了叫一点点 这几个是我常知道的台湾奶茶的品牌 基本上大部分业者都是台湾的公司去开的 那请问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吗 你小逢敢 你你知道拿那些 尤其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拿什么山西刀削面 在国际上大作文章 你看这就是铁证 台湾有山西刀削面 然后在推特上面跟全世界说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铁证 那你总是这个双标 你总是拿这些东西 你怎么不把我陈老师这些拿出来呢 对吧 这些其实网上都不用我来说 他自己都知道 你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 这个讲不通的 没有逻辑 就不说中国有很多台湾餐厅吗 中国最多的还是美国的这些餐厅 什么McDonalds KFC医生客 太太太多了讲不完 那台湾的朋友 我觉得就不会拿这些大的文章 这是一个正常思维吗 全球化吗 经济全球化吗 中国也是受益者 所有的国家在这个浪潮里面都是受益者 那中国在早些年的时候 随着这个全球化的加入 不也是改善了那个经济的现状吗 也是经济上有很大的成就 那不也就依靠这个全球化的经济吗 所以很多外资台资入到中国 那很多美资 国外的一些资本全部去中国了 你像Apple在中国 Apple好像最大的生产厂商就在中国吧 然后是交易一个台湾在中国的一个代理厂 叫什么富士康 在中国代工的 那请问这个中国是台湾的富士康的一部分吗 由此可以说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吗 由此可以说中国是美国Apple公司的一部分吗 由此可以证明出中国是美国的一部分吗 那么扯淡 其他人都不会这么做文章 台湾人也不会 美国人也不会 美国人也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